这期悲剧让大家开始关注到什么是日月民工 这个团体非常的神秘 它的负责人叫陈巧明 原本是一位舞蹈老师 那么后来呢 他开始加入气功的修行 那么学员的入会费呢挺贵的 一年是六万六 而加入之后呢 老师永远是对的 所有批评都是错的 他用洗脑式的传教方式呢 吸收了很多不乏高级知识分子 其中一名高中老师呢 因为在校园里面拉会员闹出了纠纷 还有女子去临修之后失踪 争议相当的多 清瘦的外表 他就是日月民工的负责人陈巧明 一开始在彰化市的这家舞蹈教室 先教芭蕾韵绿舞 后来加入气功 1997年成立日月民工 对外戒心很重 只能由会员介绍加入 闲杂人等难以靠近 日月民工其实没拜日月也没拜神 靠着只是陈巧明的洗脑式传教 受害者PO网说 在日月民工一年得缴会费6万6 入会之后老师永远是对的 所有的批评都是错的 老师甚至会对学员甩巴掌 被洗脑的人会变得六亲不认 日月民工成立十多年来 争议更是不少 两年前这位先生说 妻子加入日月民工之后 失踪不回家 我不想去 你就一直给他擄 你要去 你没良心 你怎样 我如果不想去 我老婆就跟我关联 靠着厉害的洗脑功夫 日月民工有许多高知识分子 在台中一家高中的老师 甚至在校园拉会员闹出纠纷 逼得学校发声明 严禁师长不得在校园里面宣教 就是希望老师不要在 尤其同仁之间 不要招募会员这件事情 这是没有登记的一个体育团体 日月民工害得家庭破碎 甚至母亲虐死儿子 这样的洗脑传教 让外界看了实在害怕 记者陈孟辉 韩志清 曾孟辱SNG小组 台中彰化综合报道